3月5号雷锋纪年日 全军各部队以多种形式开展学雷锋活动 陆军第77集团军谋旅官兵走进驻地社区 积极开展践行雷锋精神 当好红军传人主题活动 深入驻地社区组织开展议诊 为居民提供礼发维修家电等便民服务 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感谢人民子力兵 海军陆战队谋侣学雷锋小分队深入驻地困难群众家中 为他们送去米面粮油和助学金 了解他们生活近况 协助困难学生重返校园 国防科技大学组织学员与云参观的形式 连线雷锋部队 参观雷锋部队的荣誉室 聆听雷锋故事 并与雷锋部队官兵云问达交流心得 零距离感受了雷锋同志的火热青春 通过本次活动 使我深刻认识到 作为新时代青年 更是军校学员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 学雷锋 做雷锋 认真学习训练 夯实能力本领 正当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标兵 陆军工程大学深入开展 雷锋常驻夫子庙爱心支援活动 在南京市夫子庙广场 学员们为来往游客 驻地群众讲授急救知识 提供血压测量等健康服务 并号召广大市民群众奉献爱心 加入爱心向前进工艺助学活动 为贵州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募集上团与物资 传承更续雷锋情 江西省九江市硬骨头六连希望学校 邀请参加过抗美援朝和两代异星研发工作 曾与雷锋同在一个师部的周天幼老人来到学校 给学生们讲雷锋战斗故事 唱学雷锋歌曲 说学雷锋心得 激励学生学习和传承雷锋精神 正当雷锋市好少年 沈阳军事法院联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组织五十余名军地法官 共同来到雷锋同志生贤所在部队雷锋连 开展传承雷锋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活动 在参观雷锋班雷锋纪念馆的同时 为雷锋连官兵开展了法律咨询服务 帮助这个连的官兵增强法纪意识 提高遵纪守法能力 来 我们今天要讲一位英雄 是我们的谁呀 雷锋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幼儿园的老师 正在向小军娃们讲述雷锋的故事 带领小军娃们认识雷锋 学习雷锋 感受雷锋乐于助人 坚苦苦素 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比如打扫校园 除草 帮助弟弟妹妹穿鞋 带弟弟妹妹做游戏等等 从小培养幼儿 学习雷锋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 传承雷锋精神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 带着节日关怀和慰问礼物 走进驻地半岛小学 为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鼓励他们积极向雷锋同志学习 传承好雷锋同志大爱无言的奉献精神